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谢家勋 很开心又在用心深呼吸界面 跟所有听众朋友能够会面 最近呢很流行的议题 叫做斜杠人生 好像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 是可以不停地转换角色 然后都可以很圆满地完成 对于这个角色的一个任务的给予 或者是去圆满自己 可以应对到自己生命的一些发展 那今天呢 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呢 他真的就是一个充分 完整地去发挥了斜杠人生 他如何从商道到菩提道 哇 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跨领域的结合 那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这本书坚定淡定的作者 黄永存师兄 黄师兄呢 为什么叫他师兄 因为他是我们自己的资深师兄 同时呢 更具有他是世盟集团的董事长 所以您知道 从商道到菩提道 他真的是充分地运用了 他生命的功能跟良能 师兄你好 好 小金师姐你好 还有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 师兄 这本书 那个我觉得我很喜欢 那个从商道走向菩提道 那非常吻合现在我们大家在讲的这种斜杠人生 那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一个领域跨域度 好像有点大 因为商道让人家感觉就是说 爱可以贪钱嘛 对吧 可是菩提道好像让人家感觉说 你又要把你赚到的钱又要再 舍掉 对 舍掉 哇 我觉得这是两个 完全是difference 对对对 完全不同的角度 好 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可以 那其实这应该从我年轻小时候的开始 小时候我知道你 你很高充成你 我感到吗 我从你书里面 各位听众朋友 您一定哦 一定要来找到这本书 然后一定要好好阅读一下 我看了简直是觉得 那么小的一个小男孩 有这样的智慧 被去求财 就他竟然是用说故事的方法 然后叫他的同学 就捡一块柴来给他 他就继续讲这个诸葛斯郎的故事 哇 这太厉害了 来 赶快 因为我以前在国小 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当班长 那以前学校就很远 走路要差不多半个小时以上 到四十分钟 我们是属于普新乡 但是我要到西湖镇 的湖东国小 那时候呢 我的同伴同学对我都很好 对我很好的时候呢 在休息时间 他会到 请我到他家里去 他就拿以前那个故事书 这个诸葛斯郎真品的故事书 给我看 那我就应用这样 因为看的东西非常有限 那我要回家的路上呢 我家里很穷 那没有柴火 那我必须靠着剪那个柴火来煮换 所以我就经常跟他讲说 我一边剪柴 那喜欢听我讲故事的同学呢 他说好啊你讲故事给我们听 我们帮你剪柴 就我一边讲故事给他们听呢 他们就一边剪柴 剪到我家里来 那我那一天的柴火要杀的都足够了 但我看书里面描述到后来 你知道很厉害吗 他就直接一个人放在那里 他的同学不是只有他班的 听说学校里好多的同学 大大小小都会挽一支柴 就放在那里面 然后就在那边听他讲故事 是不是 是真的哦 真的是这样 就是同学小孩子嘛 幼小心灵就是很单纯 他们说我需要柴火呢 他们就会自动帮忙 帮我剪柴火啊 那家里那个我们放柴火的那个架子啊 他们都会跟我来 来到这边到家里来烧这样子 真的哦 真的是感受到当时的那种 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情意 那种温暖 非常温馨 真的真的 同学都感情都很好 然后也从这里面可以感受到 这个师兄您的那种 那种聪明才智 真的 然后后来我在里面看到 爸爸还告诉你 应该怎么讲故事 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个很棒的启蒙 您的父亲给您的一些 我爸爸给我一些 都是一个善跟爱的正能量的教育 我记一个例子好了 以前乡下的人都刺脚 那刺脚呢 你知道我们那个乡下 经常种那个竹刺 有刺的爹子 那我爸爸在路上呢 他就剪 他看到这个竹子就剪 我说爸爸 现在这竹子掉下来那么多 你怎么剪吗 他说孩子你不知道 现在的人乡下的人都是刺脚 而且这个竹子是有刺的 你刺伤了人家的脚底 万一到田里工作 破上风怎么办 所以他在路上看到 不管橡胶皮啊 竹子他都剪 他从小就给我们一些爱的引导 我的爸爸都用爱的引导 所以我在剪裁斧的时候呢 我也特别跟我同学讲 你们小心在这个竹刺 不要吃到自己的手 拿到家里 你帮我放在这个篮子 或者那个架 烧彩的架子上面就可以了 那其实在 我在行路当中 其实我看的那个 诸葛四郎真评那个书 那艺勇甲写的书 那个是非常有限的 可是我要走半个小时 40分钟才到家 那很多东西我自己要编 你知道我自己编故事 里面讲这开始天花乱 就一直编编编 而且编到最后 讲到我家里的时候 我就跟同学讲 你们记住我 我讲到哪一阶段 你们要跟我提醒一下 不能我就衔接不下去 其实后面那都是 我自己创造出来的 所以同学就好好好 隔一天有才检材的时候 我说讲到哪里 他说你昨天讲到资格素郎 还有真假面 这个哭假面 笑假面 怎么的跟我讲 我就开始又写这下去 那其实一部分是真实的故事书 一部分都自己在拜拜拜 拜到家里来的 不过那种叫做神拜了 现在讲就是说 像是那个这个拜的如有神 因为同学都可以听的 这种津津有味 那是因为我爸爸的教育 因为我爸爸就是要以善以爱 所以我拜的东西都是要 要复合正义 社会正义 而且要真正的引导人的向上向爱的 对 然后而且我在书里也看到说 因为爸爸那时候告诉你 假如今天你要讲故事 那可能你要怎么样让别人能够 进入这个故事里头 然后如何把这个 尤其怎么样把好的道理 跟这个 我们当然现在讲 你会觉得有点八股 但真的就是叫中校结议的部分 透过故事的这种传述 能够让别人能够感受得到 那也因为这样子 后来老师也鼓励你要参加演讲比赛 等等的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 对那是有一次 那个同学跟我讲 要推选这个到那个代表学校到那个县政府里面演讲 然后唐贼说 哎呀我们班长 我们班长 我们班长 讲误度给我们听很好听啊 那老师呢 我们那个王老师呢 就是说 你讲诸文 你来讲一段给唐贼大家听听看 那我就上台讲了 讲一个 四讲一段 我讲了都要轰桶大笑 老师也笑了 好 那就只怕你去参加那个代表学校到县政府去演讲 这样子 所以我想这也是让您的在学习的生活里面 有一些很好的一个经验 然后也让你跟这个周围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到后来也影响了你的整个求学的过程里头 很积极愿意与人互动的这个部分 我想应该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对 因为学校经常不是只有推选演讲 包括书画啦 画画啦 我都经常先代表学校呢 去参加县政府 有没有得名我不知道啦 因为我们就是班上嘛 老师也没有实际上告诉我们 但是我那种参与的时候 我是觉得是蛮有成就感 蛮肯定自己的 感恩老师啊 然后 其实师兄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那个 我们第一个请您来分享的 就是怎么样从商道到菩提道 这个商道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是不是可能跟从小的 我们的一个生活跟学习的经验有关 那因为当时家庭的一个环境的变化 让您就是很早就要面对 要开始工作 然后要读书 然后让您开始慢慢的对于经营事业等等 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简单的聊一下这一段的心路历程 其实在我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呢 我爸爸呢 受了亲戚跟他连带保证 受了连累之后 整个那个企业体的工厂都被人家查封了 查封的情况之下 我是真的从一个富裕家庭跌到谷底 从那跌到谷底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在学校刚上狗种的时候呢 我就夏天去卖冰淇淋 最早还早上四点钟去卖豆腐 那我讲一个小笑话呢 我以前不敢喊你知道吗 不敢喊说 因为在乡下呢 卖豆腐用喊咯 用闽南话说 买豆腐哦 买豆腐哦 那路人这样喊 我都不敢喊 我不敢喊 怕丢脸啊 怕喊一喊没有人买 结果我就躲到那个西旁边那边 看来没人嘛 我再试喊看看 结果一喊 哪不知道都西旁边很多太太在那洗衣服 听到 哎呀 今天有卖豆腐怎么这么早来啊 来来来 我们去跟他买豆腐 刚好那一天很巧 他们那个村里要大拜拜 哦 结果一大堆上来人 怎么今天换你 那个你老人家没有来 其实老人家是谁 我也不知道 结果看到年龄这么小 还这么小 再来卖豆腐 一下子就给我买光 其实我那一当下呢 就充满了信心 我可以做生意 我可以做商务 做商道 您那时候就知道你可以做生意 对 那也从此立定目标 你就是王 要从商 对 因为我要从政家业 因为我爸爸以前生意业 还做得还蛮大的 然后呢 您在从 开始卖豆腐的这样的经验之后 然后我知道您辗转因为 跟求学也有关系 然后您在很多不同的这种 当然都是商业领域里面 打工也好 或者是去学习 然后给您有很多的锻炼 没有错 其实在这模拟公 尤其在大台北区 我们从乡下过来的东西 人生地不熟 很多都是很大的考验 但是在这个构成当中 其实我有一段 还没到台北之前 我到台中呢 到那个建材行 到建材行里面 经常卖的都是那个建筑材料 最大宗的是那个水泥 它一包水泥就50公斤 那我在台中呢 那个东区里面呢 有一天呢 老板呢 叫我拉了十包水泥 那在平路上拉十包水泥 用三轮车拉十包水泥 那还可以走 我拉的这样还可以 小孩子嘛 这样还可以拉的动还可以走 可是呢 有一次到了北屯的时候 那从东区要到北屯 是爬坡的 结果爬坡 我就爬到一半 根本都爬不上去 因为十包水泥就500公斤啊 加上三轮车 我都拉不上去 我拉到最后的 我那个肩膀用那个带子背着 我就痛哭 我在那边动哭的叫爸爸 我说爸爸 我喊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那时候生病在家里 但是呢 我旁边有一个骑摩托车的老先生 看到 哎哟 这个孩子 你这个人这孩子 你拖这么长 来来来 来阿伯给你倒策 他真的就一路帮我推推 推到平坡的地方 还让我送到这个工地 我在那个爬坡的阶段 也想到我爸爸 第二个呢 从这个信念当中 让我那种 坚忍 我必须克服的一些个性 从这样慢慢慢慢 一点一滴这样培养出来的 然后师兄到后来 您就是在整个商业上面 一个发展的时候 您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信念 那您当时是 因为我知道后来您是一个集团 就是多方面的发展 那最开始的时候 您有没有锁定一个 我从事商道 就是在做这个生意人的时候 您有没有想过 要从哪一个领域开始 其实我小时候 因为乡下 在住在很便宜的乡下 那以前那个 我们那个运输机 B29运输机 只要从空的汇上进 我就出来看 汇机怎么会那么高 这个东西怎么会那么高 还不会掉下来 我就对这个汇机就特别的嗜好 刚刚我到台北的时候 我哥哥说 有一种新的行业刚到台湾 因为以前台湾还没有这个 运输业 航空运输业 他说有个朋友 你要不要说 我天后天后汇机 我就很高兴 我说好 我去硬试看看 我去试试看 这样子 这也都是因缘 结果这一脚就踏入 这个国际运输 国际运输的那个行业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 他有他很 不可思议的因缘 对不可思议的因缘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也看到了师兄那种 在每一个不同阶段的一种 学习跟体会 我觉得这是在刚刚师兄的 在跟我们就是说 分享您的这个心路历程 说我感受到的 所以真的也很希望 这个听众朋友 在听这么刚刚 真的我听了都入神的 有趣的过程里头 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 我觉得今天 我想把它定义为这个 来跟师兄学习 从商道到菩提道的 这一个课程 然后这个第一课 希望所有听众朋友 能够学习到 我们是不是时刻 在生命之中 能够对自己曾经 努力过的 有一点点的省思 我相信会为我们 自己未来的发展 提供很大的力量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来听 黄师兄开讲 感恩 感恩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 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 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 我们大脑受到了 情绪压力的影响 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 所谓气质型的便秘 缓解便秘的话 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 旁边大概三只丑丑丑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天疏血 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 顺时针这样 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早上起床 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 早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 我们可以吃一些 就是滋润型的食物 比如说中药的杏仁 就有助于润肠蜂面的效果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 黑豆或者是红豆这种的 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 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此台有低筋面粉 椰浆 植物奶油 豆浆 杏仁片 盐巴 玉米粉 还有我们的南瓜 我们将低筋面粉 以及玉米粉 还有盐巴 倒进去腮网中 第二个步骤 我们将素食奶油 用力地把它拌软 加入了该筛选过的粉类 以及豆浆 将南瓜切成小块 再用电锅把它蒸软 我们可以先将刚才压好的塔膜 放入烤箱中 塔箱的温度是200度上下火 然后烤个大概15到15分钟左右 我们把蒸好的南瓜泥 以及椰浆 豆浆 还有玉米粉 倒入锅内 然后加热 然后搅拌均匀 最后我们将做好的南瓜馅 填入南瓜塔膜中 然后再撒点装饰用的杏仁片 最后以上下火200度 回考个5到8分钟就可以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FM103年3 用心深呼吸节目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 坚定淡定的作者 黄永存师兄 师兄刚刚提到 其实您从 我刚没记错 小学四年级就立定了要从商 变成是你的一个志向 然后您的开始创业的时候 其实您最钟情的就是 这个刚好姻缘了 就是做跟这个国际运输有关 但是我现在回忆 我们在回想的时候 您当时做这个国际运输 其实我个人觉得 它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因为第一个是它新 虽然它的可能利润 或者是可发展的空间很大 但是我觉得它相对存在的风险 感觉也蛮高的吧 没错 没错 您当时怎么样很顺利的经营 然后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一种危机 其实说应该是因领和合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这一种是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惊涛万浪的情况 惊涛万浪的过关 那当时因为你知道我们台湾 就这么一个小岛 那最主要的贸易国是美国 我想要长延的性能发展 我必须要在美国立足 立足那时候我们的客户群 里面都是到以纽约 纽约那个area的这个客户群为多 所以我第一个要考虑说 我们考虑要设 那你知道我这个没有读大学 我英文程度不好 所以那时候我找一个美国的美国人来台湾 学中文的 叫Gary Gary Steen 来教我英文 因为因领和合我能认识他 认识他变成好朋友 我想说 他美国有考虑分公司 他又是美国人 那可以派上他第一个过去开拓 那派过去New York时候 刚好有一个因领和合 有一个业界的一个林先生 他说他看到我们这样 他非常有兴趣的发展 那我说好啊 那不然就去 Gary Steen 去在美国开拓 其实我不知道他是这个 有这个心除不轨的野心 那不轨野心之后呢 他就到美国去中国的老师 Gary Steen 就是想帮我跟他工作了 工作我也不知道 我都把100%相信他 那去经营嘛 那现在经营的情况之下 他心有不轨 就像好的货啊 转到他其他的那个代理去处理 那这样不赚钱的 赔钱才留在公司 那这个东西在业界 有一次在酒会里面 业界人在跟我讲到 哎呀你都不知道 黄东你都不知道 那我就私下去调查 真的有这回事 结果我跟我台湾的股东 就商量怎么办 我说两个假装吵架 他说我们要脱锁了 我们要给他 那赢这个美国这个这个的 我们这个这个经理人回来 经理人回来之后呢 其实我们当下呢就 公司里面呢 我们就跟他谈判 谈判我们将政绩 也没有摆在桌上 当然当场真的就认错道歉 因为政绩都在我们手上嘛 因为他在公司等于 除了出卖公司这个机密之外 却起公司的很多的业务 这是非常非常不对的 而且你在职内嘛 这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自己就反悔啦 来忏悔啦 那当然我想的想的显示 我说没关系 请大家吃个罐就算了 我就觉得就让他走 就让他走这样子 这个在过程当中 商场如战场啦 什么样的人都有啦 但是我进入职机 我的想法就不一样 在这个过程中 也有很多人 有没有这样的行为有 那我的方法就淡定 我一想说这东西 可能就是过去一新的因缘嘛 我们上辈子没有对人家不好 人家这辈子可能就没有这个因缘 就造成伤害我们 所以我都用淡定来处理 所有这本书的作法是坚定跟淡定 淡定就在进入职机之后 师兄因为您刚提到这个危机 让我就忽然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也是想就是请教您 有人说商道如鬼道 就是鬼有没有 鬼诈的鬼 的确就像您刚刚讲的 因为在商业界里面 就商场如战场 其他相对就是你要有很多的策略 或有很多的一个应对的机制 那您怎么样来看这个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战略也好 或者策略或者应对机制 其实我当不能说这些全部都是 就诡计了 因为不能这么讲 因为有一些是 就有点像我们说 有这战法就甚至有36计 对不对 我们不能说他每一个都是用来 好像是为了要为了自己达到目的而去 这个用一些不当的方法 那我不晓得您怎么样来来看这个整个商业的一种 运作的 然后他如何能够是变成是有道 因为我们今天既然提到是商道的话 道理的道 您是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道是有道 我进入职计之后 其实我常常对我自己讲 绝对不做有愧于心的事 因为这个愧是一个心加一个鬼 就心中有鬼 当然上上上一切策略的东西 我们要做开公平竞争 不伤害对手 而不是用卑鄙的手段 去跟人家挖脚 去重伤别人 或是我们应该提升自己的服务的品质 提升自己人员的素质 而不是做一些非法的手段 去断人的资源 伤人之后 因为我知道这个 现在已经进入国 我知道英国 很多点点滴滴东西 将来都是自己要承担英国的 所以我绝对不做愧对于心的事 太好了 所以呢 我们的第二奖呢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商道 也就是说自己做生意的时候 第一个要把持的原则 就是不要愧对于自己的心 因为 刚刚我们的 老师已经说了 这个愧是心中有鬼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心中要光明正大 那当然因为山场如战场 那最重要把持的一点 就是我们是不是坚持 要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在这个 就像是如战场一样的这种商道之上 也能够非常的平稳 因为至少我们无愧于心 对 太好了 谢谢 这个第二奖 我们休息一下 接着我们的第三奖 谢谢 可能 亲近在源头 简约好生活 纸容器 塑胶袋 宝特瓶 这三样产品 和现代人的生活密不可分 要完全舍弃不用 难度非常高 而提倡环保回收 似乎让大家能用的 比较心安理得 但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分类与清洁不确实 再加上回收成本过高 几乎没有回收业者愿意处理 因此台湾每年有56亿个纸容器 无法进入回收系统 只好丢进焚化炉 如果我们愿意一起努力 就可以让他们改头换面 回收而来的纸容器 必须先充分清洗 经过水力散浆机 将纸浆与塑胶膜 铝箔等其他材料分离 再经过去污 脱墨 清洗等步骤 这样所取出的纸浆 才能作为再生纸的原料 纸杯看起来是纸 其实它有一个塑胶膜 那纸工厂它是把纸拿去回收 那塑胶它不要 它一天差不多有200吨的塑胶垃圾 那这个好好来利用 其实是可以好好保护我们的环境 爱护我们的环境 处处可见的纸容器用过几丢 甚至没有人关心这些容器最后的去处 而方便的背后必须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才能让它延续雾名 不论是减少废弃物 或是资源再比用 落实环保最好的方法 使人人能够力行 简约生活 让环境更好 也让自己更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用心深呼吸节目 今天节目为您要请到的是坚定淡定的作者 黄永存师兄 师兄刚刚已经提到 这个有关于您年少的时候 对于这个从商的一种期待 然后还有您正是在这个 经营国际航空业界的时候 您面对危机 您的如何去对质 然后您对于做一个 怎么样是真正的 在走商道的一个商人 应该该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您提出了无愧于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则跟标准 那接下来 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聊一聊 从商道到菩提道 这个这种斜杠人生 真的是完全是 对话很大 对呀 因为商人是想尽办法 把钱对不对 赚进来嘛 对不对 那这个菩提道做菩萨 或者是说去做帮助别人的事情 就是不断的把钱 堕内一直坚出去 舍掉 对对 我们先谈一谈好了 好不好 因为您是资深的慈祭职工 然后我想您对于这个慈祭在做慈善 各个方面真的给予很多的 应该是说参与跟支持 那我们先谈一谈好不好 为什么您会跟慈祭结缘 或者是这个是怎么样的一种因缘 这个应该从我宗教观里面开始谈起了 因为我从九岁我是基督徒 我是长老会的基督徒 我以前是非常非常虔诚的 偶尔受洗的基督徒 所以但为什么会做成这么大的转变 这个东西应该从我的宗教心路历程 是 我这个从应该说我家的王爷 我在书里面有讲出来 这个这么大了 您家的王爷 我们家的王爷 那就是在我妈妈去世 我三十来岁的时候 我妈妈去世的时候 我妈妈在台北有拜一个王爷 结果我刚好 你知道我们民间信仰不是要做头妻吗 是 做头妻是死了七天要请人家诵经 庙里没有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宗教 没有佛教的信仰 不知道找出家师傅来诵经 我们在庙里找一些在家祭祀 刚好就是我们前村都是中亲 我那时候找我们一些俗工 我们称为俗工 要来帮我们诵经 结果第一个那时候他们在请神 庙在请神 第一个就来的就是我的王爷 那当时我跟我三弟 那三弟的时候 他都我们王爷嫁到的时候 我们两兄弟 因为我们带那个仲孝 大当下 不能够进去 而我们在庙晚 我就两个都跪下来 我说王爷我要妈妈吗 因为妈妈才七十七天 那个师母之情在 他就哭 我们两个在那边哭 在那边哭 王爷就出了指示 还出一所思 那时候呢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回来的时候 那天晚上 我收拆 我就游地府了 我在梦间 我在我妈妈棺木底下 都睡着了 我就游地府 游地府 那个时候 有个地府 他说有一个 好像我们那个 运动厂 不是运动厂 叫做 我们台北市 那叫什么 小 小鸡蛋 小鸡蛋 想讲鸡蛋 他升降机都不用电 就下去 那下去呢 就很多 他介绍 那个引导员 就帮我们介绍 你患什么罪 要守 真的有地义存在 真的有地义 要受什么处法 受什么处法 这个什么处法 那我跟妈妈 我跟我妈妈 就他引导他们参观 参观 就到一个插道 有一个插道呢 一条路进去 一条路进去 另外一条 有一个 一盒 那个小信箱 小信箱 一个一个的 那小信箱呢 里面他很哀嚎 有哀嚎 看到还有 我一个认识的 妇产科医生的人 也在里面 我说 这不是妇产科医生吗 怎么在这里面 他在那哭 上面就有贴那个罪状 在阳间 换什么 做也换什么 做也换什么 做也贴 哎呦 我说 这么大的一个人 那星期那么小 怎么挤进去啊 这个东西 我就那时候 在阴间里面 在阴间里面 那我一转眼 找不到我妈妈 那管理员的时候 另外从那个道路出来 他说你妈妈来这边玩 你不用担心叫我回去 回去 他手一比 我就整个都扶上来 就醒过来 我在我妈妈的那个 棺木底下在睡觉 这是第一个 到第一个我妈妈做武器的时候 狗气的 第五个七天 那我在妈妈凌晨 就 因为我孩子都睡 我弟弟妹妹都睡了 我不敢哭给他们看 因为我是长者 我哭给他们看 这些家人就乱红红的 所以我等他们睡着 我再看到妈妈的遗照 我在那哭 哭哭就睡着了 哭睡着的时候呢 我就到天界去 天界里面有很多 不是肉屎 都是草食动物在旁边一大堆 有一个大殿 就像我们故宫博物院这样 有楼梯这样 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那我在楼梯间 看到我妈妈 我就说 妈咪妈咪 你怎么在这 你要跟我回去 我妈咪就说 小孩 我不能回来 你快回来 他手一挥 我就像我流滑梯 这样滑滑滑 醒过来 原来在我妈妈领前 哭到睡着了 在这东西我开始转变 才进入道教 才进入道教去信佛 而且道教是奇怪 什么是东西 进入一个庙 叫寄安宫 开始进入道教 这段道教 最后呢 我有几个师兄弟 他们有邪佛 就引导我进入密宗 我进入密宗去听话 讲那个般若密经 进入密宗 密宗之后 慢慢引导我进入险教 那我以前都跑很多道场 跑很多道场 在这阴连继合 就是有一次 我在打坐当中 就见到一个景象 那是非常奇妙的景象 就是有一个 那个出家师傅 就穿一个灰色的 那个身袍 在两只手 放后面一直走 就像那个师姐 讲的灰色的 一直走 我在后面 合掌的一直跟他走 走走走走 走到山的镜头 我一看我在后面看 哇 山的镜头是断崖 很深很深的断崖 断崖里面有火柴 有小汽车 晓了晓了 那个法师就这样看 看一下就垮下去 那我就手要抓他 我说我不抓你 因为你摔下去 不摔 不摔死 车子底下也跟你压死 就说到不见了 像宇宙大吉 那个环抱 十个环抱 手环抱那么大 宇宙大吉 花好光 好光 好几种颜色一光 那我被他一照 整个人就一直想像吹气球 一旦膨胀 一旦膨胀 膨胀的顶天那么高 我两只手 这个就用莲花箭直 就这样 满住 在整个莲花座 这样 回到一个光 三小时 那时候我以为又得悲魔 因为有一阵打座 我都得悲魔香 最后呢 我就跟我师兄弟讲 他就这样 不是不是 这个菩萨事先给你看了 所以民国72年 我们就在各地道场来找菩萨 菩萨到那个三峡 常寿山 元恒寺 老师父那边 那我的母亲 真美真师姐 他看到我们五个师兄弟 老师父一直介绍说 啊 台湾有个菩萨 你们去佛祺 你佛祺 我说你菩萨在哪里 我的母亲跟我进来 他说你是不是讲我们花园师父 他说正是正是 我说你师父在哪里 他说花园 我然后想到花园 因为以前三四十年前的花园 在我们叫做后山 后山 那个交通最非常非常不方便 常常瘫痪都过不去 我说算了算了 啊没有 他说没有啦 我们月底我们师父都会来台北 我说好啊 不然我就拿一张名片给他 我说不然你师父来 再跟我们讲一下 跟我联络 他说好好好 那个农历的27号 当月农历的27号 他的那个 我的母亲 曾美金师姐打电话给我 他说黄董 他说黄董 我们师父来了 你要不要来见见他 我说好啊 几点有空 那说一点半 他说三点半有空 我说好 那其实我那联络五个师兄弟 其实当然也是 但是我们是要看看是不是我们要找那个师父啊 是 所以我们五个师兄弟全部去了 全部去带吉林路 那李靖破师兄给那个七楼那边 我们去见师父啊 师父坐在那藤里上面了 五个师兄就顶你啊 我还是问那一句话 因为我访释很多道场 人家都不认识我 我就问那个上人的第一句话就 这位法师我们有没有见过面 我们一年成熟了没有 我想我跟你走那么远的路 对不对 那假如说我跟你是你的弟子 你要引渡我嘛 我就这样一年 结果师父就叹你口气了 我们以前叫师父不称不尊称上人 我们以前称师父了 那位法师那时候我们的上人就说 哎你们这些弟子 我这一年的种子早就跟你们下了 为什么你上现在才回来 讲了我们五个师兄弟站在那里哭 大男人竟然在现场哭 这很丢脸 旁边坐这些师姐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师姐 我说姐姐我欧巴桑了 怎么怎么这么哭 我说哎不要哭很难看 男人在那边哭 拉起来哇哭的哭的更厉害 不知道哭什么 刚好我们上人 刚好要送一个出家师傅要出去 那个出家师傅是在后车站那边 要送他出去 那我们是机会来了 那什么都必要 我们战争小的 我们机会来了 我们就打手印 因为我们都有划嘛 我们密宗都有划 有咒语有划 要准备要跟上人划功 要划功你知道吧 那结果我们上人在那边 肉舞骑士上面走 那我们呢 走在顶头上面 这个就像被那个垫 垫到 触垫有没有 触垫的感觉 手被触到 他从这儿 一下我们五个人的 全部起雞皮疙瘩 以为只有我一个被垫呢 其实我们五个师傅 我说手你看你的手 你看我的手 大家都起雞皮疙瘩 我说我这个大这么厉害 不要不要靠过去 很奇妙 那上年的肉舞骑士回来 就开始讲 他说我们现在盖医院 有机会你们回来参观 反正后三路 我们从来没有去过 我就问陈生币 要不要去 他说好啊 反正后三路 我没有去过 听说泰土格很好玩 我们就去看看 其实抱着在晚的心态去 这么久就帮我们世界 就帮我们买车票 那一个月 我们就浩浩荡荡 五口人家二十几个 就浩浩荡荡就回去了 那回去 其实那看到我们 那时候当时的景色 实在非常的简弱 就是我们那个大雄宝殿 就是在那么间 一起小间 旁边有一个在做 做的电子产品 一些那些常驻师傅 在做工作的地方 我说哎呦 这么小的庙 以前我都在道教的时候 都是很大的庙 这么小 这什么啦 我就他怀疑 可是看到那时候呢 常驯师傅 他们一日不做 一日不吃 我就感动 他们做那蜡烛呢 不是现在有继续做 以前是用永乐多的 那罐子切一半 用底子在那边做 对 用的手烘 烘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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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中午休息你们去医院参观 其实我就用浩浩达那20机构 用游览车载我们到现在 那个花蕾池去医院的 那时候还用铁皮围住 七甲九甲多的地 包括那个镜石塘围住 我说哇都围着一大片 那时候地基地下是刚盖好的 盖第一楼那个鹰甲 我说哇这个花丝这么味大 这里住那么紧肉 因为很点点点 那我说已经是一点点而已 哇盖这个艳料就这么味大 那伟大感动归感动 也没有行动了 回来三点回来 三点回来我们要做五点半的 那上人又帮我们开始 以前有一个中庭一个中警 你知道有个中警 露天的中警 那上人就开始要讲 他为什么盖医院的因缘 在那个时候呢 讲完了刚好回去 上人要走到书房里面去 两只手放背后 被我认到了 就是我在打坐看到那一位 我就是要 我拉了我师姐 这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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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找到 我师姐扫不笼动 不知道什么找到 找我就跑进去 我就两个跪下来 我说师父我要跪 我找到了 上人你不觉得奇怪 他说他还没有说找到 他说师父不重仪式 但是两件事情你做得到吗 因为我常常在开支票 做商人的开支票 我说会来会 我就记得我会 他说会 拜三拜 拜三拜 他就开始讲说 要以佛心为己心 要以师志为己志 其实我根本搞不懂 那时候哪搞得懂 拿回来 那个先师父拿个 那个三规五戒 我听到就投一个投两个 三规五戒要戒酒 完蛋了 我都不说商场上 怎么没喝酒 怎么过日子 开始 所以这样就进入佛门 真的刚刚听到师兄讲的 实在是 尤其真的 我已经见识到了 你小时候讲诸葛四郎的本事了 刚刚你在描述的时候 我想可能听众朋友 没有办法看到师兄的那种表情 但是假如透过网络FB的朋友们 你一定看到 真的非常的精彩 绝对吸引人 然后真的碰到了一个蛮大的 虽然当时一个起心动念 觉得真的找到了 可是回到我们正常 就是落实到我们真正生活里面 发现有很多的挑战 那到底怎么去克服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请师兄来跟我分享 好 感恩 血清素有快乐情绪因子之称 因为身体无法自行合成 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特定营养素 才能在体内合成血清素 因此能够制造或提升体内 血清素的食物就叫快乐食物 牛奶含色胺酸和钙 可提升血清素浓度 稳定情绪 豆类制品和绿色蔬菜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6 南瓜含铁维生素B6 以及维生素A 可稳定血糖抗氧化 均果中的矿物质铁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燕麦或全麦面包等 含碳水化合物 可以稳定血糖 葡萄柚或柑橘类水果 含丰富维生素C 可抗氧化 提升免疫力 均衡吃蔬果 让您更快乐 您善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FM03.3 用心深呼吸节目 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是坚定淡定的作者 黄永存师兄 师兄刚刚跟我们微微道来了 尤其见识到他 他说故事的本领 真的太吸引人了 然后不过刚刚您谈到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更吸引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个关注 怎么去克服呢 今天您找到了 您想应该是说 作为我们人生导师的一个名师 正言法师上人 那您也真的就是皈依他了 成为他的弟子 可他当下就告诉你 以师智为己智 以佛心为己身 这八个字还没关系 最重要有个三规五戒 你看到这个戒酒 怎么办 你的事业正在发展 三十快将近四十年前 您应该是事业最发达的时候 对 我要讲这个过程 真的很趋势 其实三规五戒 刚才拿回来听了 我真的是愣在那里 我真的愣在那里 已经到三万九 你已经答应人家了 我几乎每天 对对对 我是都几乎每天都在这个 这个我们说交际应酬上都会喝上一点的 喝上 有时候在大的那个 喝这种都被砍回家的 我说这酒怎么借 那我糟糕了 我那时候出去 我就跟我一些 不管我的客户 还是过我们的租金 这些上游单位下游单位交际应酬 我说我借酒了 那既然有那个 那个航空公司总经理 他说好对对对 借酒 我这一批借给你 今天我付钱 不用你付了 就喝来回来 就被我失节剃了 他说要告示失误 你破戒了 你破戒了 你怎么可以喝酒 我说没办法 人家说借酒都借给我 不要我付钱 他说不行 你这样不行 你这样破戒 那我要怎么办 他说这样 我们就两夫妻商量说 不然这样 我们吃素好了 我们吃素 我们改做吃素 这样刚刚也没效 我说我们吃素 我们就不喝酒了 理所当然不喝酒了 好 我就出去之后 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吃素 吃素 我们归上了之后 我们上个月就吃素了 到现在已经38年了 我们第一次出去教育宴酬 我就跟那些好友说 我已经吃素了 没有吃分的 这肉类我都一切 不管海鲜什么 我都不吃了 我已经吃素了 他们都要敬我酒了 人家航空公司总经理 人家已经吃素了 不能喝酒 你不能再这样喝酒 其实我最近才听到 我师姐跟我讲 其实他私下有打电话 给这些航空公司的总经理 他说我们师兄已经过一吃素了 你们怎么又让他喝酒喝醉回来啊 你要替他挡酒要跟他讲啊 他都一口呆 这个人很精致 他也没有跟我讲说 我师姐跟他讲什么 结果呢 他就跟我说 人家现在吃素了 不能再见人家酒啊 来换茶或者狗汁啊 这样子 这样回想起来真的是 他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是 不只我师姐哦 包括航空公司的总经理 他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让我真的在事业 在菩萨道上 都没有冲突 但是 还是 我觉得您 当然以 酒 这个是不是戒酒 这个部分 或许我们可能 只是在这个 可能跟这个客户互动的时候 那可能会碰到了 一点点的这种 应该是矛盾啦 就是包括 我们自己内心 真的不想 可是因为在场面上 不得不 所以这中间 当然我们用了 譬如说吃素的方式 然后还有 真的很感恩这个 师姐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 航空公司的总经理 来协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 克服这样的一个挑战 那但是我想 在商业的机制里面 应该还有很多跟 我们好像就是 想要就是说 走这个菩萨道啦 比如说希望这个 包括利润的一个 取得也好 或者是对人的信任也好 或者是说 在商业界里面的 这会不会有一些 给您的挑战 对 挑战跟冲突 其实我那时候 我有一些股东 也真的很担心 他说交战 都是你去交战 那你现在不喝酒 我们怎么办 我说好 没关系 我们的红年过节 我们改个方式 我们就要到人家 送点小礼物 给他道谢 不要去上场 不要往上去喝 喝了三根半 回家 其实人家家人也不欢迎 所以改变的方式 我们到家里 去跟他谢谢 送点小礼 逢年过节 送点小礼这样子 他的家人也高兴 你不带他先去喝 三根半一回来 人家也高兴 结果从这样的一个 事态改变之后 人家所有周遭业界的 这个家人都蛮肯定的 反而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所以这个东西 是在一个观念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都是这样 我们从来不在 跟人家去 什么上club 什么喝酒 我们从来不做这些事 那商业的谈判呢 因为你知道 当我们今天 在商业机制上面 常常 譬如说 斡旋或谈判 那这中间 一定跟利益有关 那以我们一个 来讲的时候 我们都很希望 是利他嘛 对不对 就是把利润 最大化给到别人 假如我们今天 以一个 我们在讲这个菩提 或者是说 以一个做菩萨来讲的话 我们都是利他 可是今天 你也要面对 你公司的同仁 跟股东也好 生计 对生计 您怎么样来 思考这个问题 或者这中间 有没有一些转变 其实我真的 非常感恩上人 上人给我四个字 成正信使 这个成正信使 你第一个 真的要花出内心的诚 你做 跟人家 做朋友好 做生意也好 这真诚的心 不欺不骗 很重要 正正荡荡 彼此 一诺千金 信的一诺千金 我不轻诺 但我答应 是我想你帮我做到 很多这个 不管业者 是我的客户人 我既然出口答应 我都想尽办法 让他得到他的需求 但万一没有办法 不是我自己能够控制 我必须将延远为所 中立的构成 告诉对方 我今天这么辛苦 还是没有办法 最后用道歉的 人家都会体谅 那实实在在 不欺不骗的方式 来经营生意 那彼此在久而久之之后 其实在业界上 对我们风平 还是蛮正面的 反而人家都懂 该赚你要赚 反而是有客户跟我讲 该赚你就赚 你还养那么多人 你一定要赚 对不对 人家反而是 同样是商人 反而是肯定你赚钱 有时候我报了说 我这个GP不是 不行不行 你加一点价值让你赚 人家反而是让我赚钱 所以我还是用 上人这个 成正性质这个原则 跟人家真的交往 最后我觉得回馈过来 受益还是自己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 商道道菩萨道或菩提道 它应该是一个 两个相反的面向 但实际上 假如我们去思考的时候 它是相辅相成 甚至应该是一个 正向的循环 对 一个是面对我们 可能实际的人生 就算是面对囤活的问题 但是同样的议题 我们面对我们的 我们讲说 我们的会面也好 或者是我们 这个精神上面的 一个滋养的话 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 对 所以可能我们休息 等一下请 黄先生来跟我们分享 从这个成正性史 我们又怎么样的开始 慈悲喜舍 也就是真正的 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 愿意跟别人来分享 可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跨步 好 感恩 汉泡诊 它是在季节交替 特别是春季转夏季时 好发的湿疹疾病 由于台湾天气湿热 患者相当多 汉泡诊 其实是内阴性的湿疹之一 它其实并不是外在导致的 它是这个皮肤 比较容易发炎的一个状态 大部分都是以羊来表现 汉泡诊特殊之处 就是因为它会起很多颗 小小的水泡 很像汗珠 在皮肤底下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叫汉泡诊 可是它跟汗腺无关 它也不会传染 最典型的症状 是在我们手脚枝端的部分 手指 脚趾 或是手掌 脚掌的地方 它会出现会痒的 有时候会看得到 水泡的一个痒症 这是比较急性的情形 比较慢性之后 这水泡会干掉 干掉之后会脱皮 到处皮肤会变得比较厚一点 手脚痒痒痒 抓不停 有些脱穴得很厉害 有些地方还张水泡 怎么有人说是香港脚 有人说是汗泡诊 我到底是哪一种 所以你从平常上判断 比如说如果是两手两脚 对称出现的话 汗泡诊的考虑要放进来 那如果说只有单侧发生的话 香港脚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当然香港脚也有很多 是两脚会出现 可是如果说只有单侧的水泡 也许要考虑香港脚 如果要再做进一步证实 可以把皮屑表面角质层 刮下来 然后去做显微镜底下的观察 如果会看得到有美菌的菌丝的话 就是香港脚 治疗上面是完全不同的 汗泡诊要用外用的内固醇来消炎 香港脚它是用抗美菌的 那你今天在香港脚皮肤上面 用内固醇的话 它其实会让美菌长得更多 这样症状会越来越厉害 那如果说是汗泡诊 那你用香港脚药膏来擦的话 通常就不太会有效 所以当不确定的时候 还是希望能够找医生来帮您 做一个诊断 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公升息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用心深呼吸节目 今天节目中 也要请到了来宾 是坚定淡定的作者 黄永存师兄 同时假如说 您有收看的是FB的话 请您给我们个回应 因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后 会送出三本的坚定淡定这本书 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让我们真正的做一个斜杠人生 如何从商道能够跨越到菩提道 然后刚刚跟徐兄您聊到 真的我们还是会发现 就算是好像是面对现实人生 不断的去赚取利润的商道 其实实际上 假如我们回到这个做人的本怀 或者是回到这一个佛教徒 或修行的本怀 用成正信实的心 其实一样可以让我们在这一个 现实的生活里面 得到很好的一个正向的回应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师兄来分享 因为我知道 其实你一开始参与到慈祭之后 就不断的愿意奉献 就是说就是付出你所拥有的 甚至从可能归一那一刻开始到现在 有不停息 没有我是自己发展业人 那不足为奇 但是我知道这其中有一个 您自己不仅是说您自己做 您还带动 我意思说您自己做 您参与到慈祭这个团体里面来 跟慈祭的这些志工们一起参与 您还回归来 带动您自己公司里面的同仁 或者是影响到跟您 就是事业相关的 一些其他的 不论是这个互动的厂商也好 或者单位 一起来做这个帮助别人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谈谈您的这个清函奖助学籍 好不好 从921开始 这个应该从921开始 1999年那个 我们921大地震在台湾发生 其实我在参与过程内 那个当下 因为我们有参加很多 我们实际盖了51所学校 实际帮台湾盖了51所学校 在盖的时候我都去参与 包括普里国中 我们去做警官去铺草皮 我们去做很多 包括铺连手装 我们都去 这当下我觉得说 教育是非常重要 上人这么重视教育 而且上人盖的房子 千年不倒的房子 它是钢筋加钢固结构的东西 那我想说 我应该静免保持力 来帮助这些孩子 结果在我们这个帮助学校 孩子的构成当中 构成当中 发现到 我发现到说 这些学校都有很多人爱基金 他们的人爱基金都好几千万 五六千万都有 他们知道我们现在不需要 我们各地监管都有 给当地的一些孩子的读书的费用 对 那我想一想到 那怎么办了 所以我那时候想到说 一些亲爱的孩子 因为我以前亲爱受过人的帮助 所以我就呢 透过教育局 从北到南 我透过教育局去了解 哪一种偏人的学校 偏人的学校最需要帮助 那我们就开始调查 调查出来总共有25所学校 比如从这个金融女中 瑞芳国中 巴多国中 巴多国中 瑞芳国中 都现在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持续在 在Donate 还在帮助这些 学校的孩子 在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淡水 正德国中 正德国中 好几所 这25所就同北到南 那陆陆续续当中 有很多 因为我是真正是一个 不自量力的一个中小企业业主 那还好 我们社会真的是爱 爱跟善的光芒很大 你是不自量力 您是爱心很大 或者愿力很大 所以很多的那个基金会 像这个国大司法 还有这个护邦 他们很多基金会 还有社会上很多 中国信徒很多基金会 他们也都在做 开始在做这个方面 他们一任养 我就说我任养东西 我就好 你们任养 我就放手给他们做 因为善事呢 是必大家一起来做的 才会让我们 我就像比如说 我是一个小蜡烛 我必须点亮周照的蜡烛 我自己才会呈现光明 所以他们愿意做呢 我就交给他们 就交棒 但目前维持 我们已经做了21年 到今年 我们还有14所学校 需要我们去那些孩子 我们去常年 那这些孩子呢 真的都 我不是只有给他们 奖助血金 我都写奖血金 我连一个千涵都不写 我就是怕伤害孩子的主任心 让孩子能够真正说 你不穷 不是你愿意的 生到这个家庭 也不是你愿意的 但是你可以为找自己的出路 就像我小时候 你可以混花图讲 这一早这一出路 那我们经过21年来 我们帮很多孩子 现在有做医生的 有在教育大学毕业当老师的 前一阵子去年呢 还有一个医师 带了家眷来跟我带他太太啊 孩子来我公司拜访 他这种第一次 我帮助了孩子 你知道吗 他当医生之后 他还到我们大邻医院了 就当医生 当内科医生 我都觉得好温馨 他来送我那个匾额来跟我谢谢 我说不要 不要跟我谢谢 你将这个爱 你现在当医生嘛 你真的有这个病苦的病犯 你要吃之以药 吃之以照顾 这个就是对我最大回馈 从事教育的那个教育大学 还有那个中科研的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各行各业都有了 我都这样鼓励他们 你在岗位上当你有一天 社会有成就的时候 记得将我这一份 上给我这份爱跟善延伸下去 让我们社会就呈现一片光明 这是我最大的回馈 对我最大的回馈 所以持续21年来不断的关怀 这个台湾从北到南的 许许多多的一些需要 我们给予助力的一个孩子 然后当然这是您带动您的 自己的这个事业体 还有周边的一些 跟您事业相关的一些单位 但是我想对于这个词记 我们该去付出的 您也从来都不遗余力 包括最近的这个疫情里头 因为刚好您的公司里面 所经营的这个产业 您的集团里头 刚好就是这个国际之间的 这种航运 那当我们词记整个在慈善 这个全球化的时候 您真的扮演了 所以付出了很多 我觉得 要感恩上人给我的机会 因为感恩我们词记人道援助会 我们有一个组织 叫做词记人道援助会 我们有词仪助行力能 还有那个咨询 这样的一个团体 让我能够处处 我能够站在自己的事业上 能够尽免保之力 所以我有跟上人发愿 我使命必打 我就不要让上人担心 我讲说 因为尤其在疫情 就爆发这个情况 我们要先了解 那个灾区的真的需要性 所以我常常跟我同事讲 我讲说我们尽最大能力 因为我们成立一个team 跟我们的基金会那边 有成立一个team 有12个人的一个team 我们就是这样 到现在目前还是在运送 尤其在我们那个本草影 现在最近几十箱 其实这样一直在运 我觉得说 其实甚至远所 我感恩上人给我的机会 跟世界所有那么多人 结这份善的人 这个我根本 你要进入自己 我根本做不到的 所以我都抱了一个感性 尽我本分去做 我跟上人发愿 我说师父你不用担心 我使命必打 我尽我能力去完成 这个使命这样子 师兄很多的人 尤其拥有财富 或有很多资源的人 都会很 不能是说害怕 都会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知道像您现在 基本上就是 对于应该是说舍 或者是对于这个donate 就是捐献等等的 你向来都 都一直保持着 甚至可能 我们都说 基本上就是分配来讲的话 有人说四分之一 基督教可能十分之一 或什么 我知道对您来讲 基本上快变二分之一 那会不会有很多的人 因为我 可能 我周围也有很多朋友 他们拥有很多 可是他们都会有个担心 就是说 我把我的都给了别人了 的话 那我就会变成没有 您了解的意思吗 不用担心 好来 把您的那个 好不好 心得跟我们来做分享 真的 不用担心 真的因为 像泉水一样的那种感觉 到底是什么 好不好 担会去 暗会回来 我提个例子 我们那时候在泰北 那时候 不是嘛 泰北一分的 我们有很多 这个我们的同胞 那我们第一次呢 去访查的时候 发现到那边 他们做一些 都是海洛英的毒品 那上职 他们做茶 然后要盖学校 那当然这个 从泰国开始 他们就 扶到人间 扶到人间这样子 扶到人间 他的摸衣 那个是我们那个 那个邱师姐 他999 那个小 小红宝石 去做出来的东西 他把他留下来的东西 这种扶到人间 只要摸一下 从泰国开始 摸一下就1000万 摸一下1000万 摸了已经10个了 第二轮呢 轮到台北 在我们关渡的时候 第二轮呢 就开始摇正阳嘛 这个我扶到人间 我说 我这扶到人间 我1000万 那我师姐呢 因为在前几个晚上 梦见 他说他见1000万 我说我恭喜你 我恭喜你 突然后来到关渡时候 他说 哎 见1000万就好像 跟我前几天梦见的一样 我说你要见吗 他说你可以让我见 我说钱都在你那里 你怎么问我 你就你就会见啊 我就就见了 结果11月30号 我见1000万 奇怪哦 我到12月5号开始 到12月12号 我做了这个 我们总共做了这个 五架的包机 747的包机 结果那个奇怪 一个礼拜 我这1000万又赚回来 很闲 我是觉得说 我是给大家了一个说 我们不想去说得回馈 面会去 晚上回来 面会去 也不增不减啊 有些时候 我在看那个 这个财报的东西 都是一个数字而已 数字而已啦 真的没有说 钱包在床头里面 在那边算啦 所以这个东西 无偿现前还是 对不对 什么现前呢 生命呼吸现前 你根本有不得你 所以我而且说 哎 我做了那个啦 我给兄弟发过来 这不是你没有什么 什么基什么功德 我从没有这样想过 我想我尚很花的愿嘛 我四分之一就是要捐嘛 我捐啊 我就实现我自己的誓言 我自己就这样做 这样的东西 还是回到你的本怀 无愧于心 对不对 对对对 还是回馈那个成真信实 因为我们是一个 有伤道的人 所以我们能够很 很 很心安理的行菩萨道 行菩提道 对不对 对 那我师姐又坚定 他会跟我讲说 哦 我们都超过了啦 超过 我说坚斗坚弃了 你超过什么 一半了啦 我说好一半就一半嘛 没有关系 其实你们发现 我们越舍 其实越欢喜 嗯 好像越亲爱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的感受 有受的那种感受是这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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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想最后一个问题 要请这个师兄来跟我们分享 书名为什么 你们是坚定淡定 我应该会有两个阶段 在这边为进入慈祭之前 之前呢 我 你家大中衰嘛 我那时候我显定淡定 我要从政家风 我要将爸爸以前的商誉 我带回来 我那时候花了个烟 所以别人是坐八个小时 我几乎呢 上班我都坐十二个小时以上 我踏踏实迟 在经营我的事业 不管从海 海内到海外 到东国大陆香港 等各地 十六个风公司 我就坚定将一个信心去 坚定的信心去经营 好 但是在三十几岁 在中年时期 我进入自己 文化了 我开始思维 这些东西是不是我要的 是 所以我开始转向一个思维 跟随上人行菩萨道 我觉得更要将这一种坚定去赚钱的心 变成对人事物淡定 所以在这边不争不解 我在实际团队 我人家说 哎呀人家你要选什么 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做配合 智者勇于承担 会者勇于配合 那我还在业界上 没有办法前身投入 我做配合者 你做什么人家 我做配合做什么 所以这种淡定的情况之下 在这里 我无计无求 我就是希望跟随上人 生生世世跟随上人行菩萨道 这是我淡定的原因 就是在商场上 或者在事业上 我们是用一个坚定的志向 然后能够就是重振这个 因为父亲对您的影响 还有父亲给您的爱跟教育 然后在这个生意跟事业上面的 一种期待 用坚定的这种意志跟信念 然后在这个 见到上人之后 您觉得要用淡定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 来应对 人事物 对 人生的一切 那真的很感恩 今天 永存师兄 黄老师的开讲 不要叫黄老师 惭愧啊 因为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斜杠人生 从商道到菩提道 那当然在这边真的非常感恩 黄师兄今天的分享 然后也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假如说您 这个此刻 听完我们的 这一个广播之后呢 您上我们的FB 然后呢 同时呢 写下了我们今天的书名 坚定淡定的话 这里面是有我们黄师兄签名的 坚定淡定的三本书要送给前三位 上来做一个应该留言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也要再次的感恩所有的听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听 然后也要非常谢谢黄师兄您今天的分享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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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节目再会 感恩 感恩 是谁被遮住了阳光 能打开另一扇窗 是谁挥着手伤的翅膀 也能越过海洋 是谁被蒙住了双眼 依然看得见希望 是谁面对人情的冷暖 还是选择原谅 黑暗中只要一盏灯 就能把四周照亮 手心向下 你会发现 心静感宽广 我的路不平淡 从南海有一点难 我的泪滚着汗水随风干 我的心不平凡 挫折让我更坚强 因为我的名字叫勇敢 是谁被遮住了阳光 能打开另一扇窗 是谁挥着手伤的翅膀 也能越过海洋 是谁被蒙住了双眼 依然看得见希望 是谁面对人情的冷暖 还是选择原谅 黑暗中只要一盏灯 就能把四周照亮 手心向下 你会发现 心静感宽广 我的路不平淡 纵然还有一点难 我的泪滚着汗水随风干 我的心不平凡 挫折让我更坚强 因为我的名字叫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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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路不平淡 纵然还有一点难 我的泪滚着汗水随风干 我的泪滚着汗水随风干 我的心不平凡 因为我的名字叫勇敢 我的渗滚着汗水随风干 我比你的名字叫勇敢 因为我的名字叫勇敢 因为我的名字叫勇敢 我的名字叫勇敢 感谢观看